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一定会涉及到脾虚 脾虚 不能生化细血 于是我们的心就得不到供应 要知道 心乃藏神之所 心气和心血充足 我们的心神才会安定下来 让我们睡着 反之 如果脾虚气亏 不能生化细血 心神得不到供应 我们就睡不着 这样的一层阴油 祖国传统医学也常常为知心脾两须所致的失眠 这样的失眠患者 是很有特点的 他 他身上往往带有很多心脾两须 中气不足的表现 比如说心悸 健亡 身体没有力气 特别没精神 说话声音低微 食欲不佳 容易腹胀 大便不成形 面色发黄 蛇质蛋而抬薄白等等 这样的人就必须补一心脾 重建中气 中气者和乃皮之际也 那么 面对这样的困局 我们该如何破解呢 其实 这是中医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本不应由我们普通人劳心 可是 我们只有懂一点其中的道理 才能知道如何看病 如何求医 这就是所谓要想求医 必先懂医 好了 闲言少叙 我们先来看画字唐代 前金药方 里面的一张古方 他对于气须所致的失眠多梦 健忘头晕的 有不错的疗效 祖方如下 人参15克 远至15克 昌婆30克 福灵60克 药物烘干 加工盐味细末 搅拌均匀 每次5克 每日早 中 晚各一次 空腹用恩开水冲服 此等用法用量 我们宅选自中医补益大成 这里面 就体现出鲜明的补益心脾 安养心神的用药思路 其中的人身 能补益脾肺之气 同时可以安神 其中的福灵 能健脾一气 同时还可以宁心 使心脾双补的良药 他们配合 一方面补益脾肺 强补中气 改善中气衰微的局面 同时还可以宁心 可谓一箭双雕 远至 可以沟通心肾 宁心安神 昌婆 则是开心翘而宁心神的药药 如此一来 中气的补 心脾的痒 心神自安 失眠的顽疾岂能补育 当然了 针对这气虚 心脾两窥类型的失眠 还有很多中医方系是可以应用 比如股方规皮汤等等 也就是说 针对同样的病因病机 中医学经过几千年的实践 总结出很多应对的办法 一家要做的 就是针对不同患者的情况 灵活选择 适当加减 以求 直中病机 列位看官 如果不是专业人士 则应该请中医师仔细辩证 然后应用此类方计 好了 这就是关于中气不足 心脾两须所致失眠的条是之道 我们撰写这样的文说 不是为了给看官开方准 而是让您对中医学多一点了解 让不懂中医的人 通过我们的文章 可以看懂中医 体会祖国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之处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 我们将始至赋予 全文完 您一下如何 请在评论区畅所预言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用那种数字共的一种数字 这是我们来自 jingle 你看最后再评论区的店发照 Professor Boris B.P 还有一个剃立来的 这里有任何人是什么 我可以等他 でし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